剪纸是中国最古老 最受欢迎的民间艺术之一 中国上海的一名年轻剪纸传承人 用他的热情和创新 让剪纸这一古老的文化遗产永存 剪纸装饰被视为吉祥传统的一部分 为迎接农历新年带来好运 剪纸是一种用剪刀或雕刻刀 将红纸剪成图案的艺术 在中国 上海市 一名年轻剪纸传承人 石秦林 用他的热情和创新 努力保持这种古老文化遗产 银子也是一门 需要你慢慢沉下心来 然后慢慢做的这么一个视野 然后我也是慢慢地 喜欢上了这枚艺术 不用描线 他能在五分钟之内 创作出一幅动物图案作品 生活中我养的一些动物 或者是植物 或者我看到的一些事物 我把它们都作为我剪纸的一个灵感 石秦林投入剪纸创作已有13年 在一开始的时候是非常枯燥的 他需要练习三到四年基本功 基本功就是比如说 你在一张白纸上面剪个圆 或者剪一个方块 那个就需要你不停地失败 就是用失败来积累 可能最后一个成品是成功的 目前他是上海剪纸最年轻的传承人 石秦林表示 他会继续磨练自己的记忆 用剪刀剪出很有情感的作品 并透过剪纸作品诉说故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